有请这个叶部长,还有铁路局局长,还有这个铁改局 请叶部长,请范局长 郑伟爷您好 铁改局局长 部长好 郑伟爷好 这个部长啊,这个刚上任没有多久了啊 我们这个 就花莲人来讲啊 你来自花莲 我也不期望你这个时候就做什么样的承诺 但是从这几天你上任之后 不管是本席或是其他的 下委员或是其他委员 包括我们台东的几位委员 对花东 你就悉心的来去了解 去听起我们的心声 虽然你是来自花莲 但是毕竟你在花莲 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在那边了 所以这个还是会有一些落差了 是,好,谢谢委员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在过去毛部长的时代 也做了蛮多的事情了 对花东的交通建设 不管是铁路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公路的部分 但是毕竟 还是跟 上次我跟你讨论的 就是说跟西部还是有很大很大的落差嘛 西部有高铁,有高速公路,有快速道路 啊,何况是高速公路有好几条 快速道路有很多条 啊,各方面的相关的这些 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啊 即使在这段过去的时间 北回铁路啊,都有很多的一个改善 加上这个不管是泰鲁格号 还是普亚摩,普亚摩号 或是其他的一系列的都要陆续进来 但是从花莲的角度来看 再怎么进来这些车辆 它还是会一票难求了 还是会一票难求 因为毕竟路客观光 还是一般的观光 都是喜欢花莲台东 我们也欢迎他们来 但是怎么样去 针对花莲台东的乘车的潜意 怎么样去考量 还是要去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考量 我们从这个 我们西部啊,西部交通啊 高铁,你很清楚啊 我相信你很清楚 有打折,找鸟方案打七折 自由座 自由座 九七折 相关的其他的 济光号啊,复兴号啊 也有一些打折 唯独就是花莲的北回铁路 什么号什么号都没有打折了 所以这个部分 你不必这个时候去直接跟我答复 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你刚来 我愿意给你时间 好好的去考量这个部分 花莲台东的民众 这个关键 这个关键时期 马上就是这个七明节 七明节 如果你能马上做决定也更好 来不及的话 在一个另外一个时刻 怎么样让 不要让花莲台东的人民说 那个观光客都有座位 就是花莲台东的人没有座位 尤其是 原住民没有座位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上网 去订票嘛 我们在三期怎么去上网订票呢 对不对 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怎么样去做一些优惠 我们为了观光 让他们有座位来 那我们没有座位 可不可以优惠 没有座位的优惠 先从这个方向去实施 部长 可不可以先去 好好的去跟铁路局 去好好的思考 谢谢委员 其实目前那个台铁呢 台北到花莲呢 有假日的时候 事实上有那种 用区间车那种车呢 迟达的只有200块钱 等于是打65车 所以事实上打 还有夜车也有打车 那个是部分呢 那个刚才早上 也有我们委员提到嘛 几关号 复兴号 复兴号 还可以迟达 比那个 比那个志强号 比 比那个泰鲁钢号还快 我都 我都清楚了 那个部长 你不要他们造回 那么那么快的去答复我 你好好的去 你曾经是一个花莲人 我认为你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认同 你还是花莲人 这样的一个原则 去思考这个事情 因为 不是说没有打折 你要知道 像志强号 像志强号 几关号 台北到桃园 又有卡 又有卡 打折 打折很多 志强号 本来是66块 又有卡是38块 对不对 所以不是没有案例 所以你从这个全体里面来看 来去考量这个部分 我们会来研究 这个部分怎么去考量 请部长好好地去考量这个部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最近我们花莲增加了一个所谓的新柏林围墙 当然这是媒体所创色的名词 但是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跟铁改级有关系 这个当时 我们整个 花莲台东相关的这些改善 整个经费 花东铁路 整体的服务效能提升计划 到底 当时行政院 在99年的时候 核定的总经费 60亿.81亿 一眼 60.81亿 他是不是有所 实际上有没有编组了 有没有编组 有有编组 那个铁改级 这个我们请铁改级来说明 那个预算是分联来编 那目前都是按照那个分联计划来编 有编组 有编组 那是不是当时就在送丰这个路段了 就是要这样做的 这样的一个要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土题的部分 我是不是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委员所提到的那个是 寿风车站的高价的部分 那寿风高价是在我们这个 花东铁路整体 效能提升计划里面的一个项目 那刚刚如同委员所说的 这个整个一个提升效能的计划的 那个总经费是60.81亿 那寿风车站的高价的工程 是12.26亿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高价化的部分 那么在寿风 因为寿风站要这个配合 因为这样好 这个局长 你是局长吗 副局长 副局长 这个计划当初核定的时候 是不是当时就已经认为 那个时候的规划 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土题的部分 是 在原来的规划里面就是这个样 所以当时就这样 是 那有没有跟地方好好的去了解 地方的名义 还是你们就是闭门造机还是怎么样 地方也 这也是地方的需求 他希望要配合当地淹水的状况 我们把那个寿风站给高价 那高价的时候 就前场我们这个项目 大概就有3.8公里 那3.8公里把它扣除 这个现在已经做了对不对 是 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善 或是怎么样的去 做比较 能够让地方 或者整个观光的景点 各方面 有什么样的一个补墙 或者改善的一个计划 我们现在也跟寿风 寿风这个乡公所 还有花莲县政府 还有县议会也都开过会 那么开会以后的结论 就是说我们会在 这个墙面做一些艺术化的手法 还有景观植栽的这个方式 来美化它 那么另外需要的话 我们会在中间再多开一些寒动 让它能够 好 这个副议长 部长 当然这个是你之前就已经 上任之前所做决定 为什么会特别 特别提到说 这个行政院在99年就做了核定 当时 当然我们这个议算 毕竟是立法院也通过了议算了 所以我第一个 特别先了解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短编了 是不是因为短编 或者是被我们立法委员所 这个删减之后 让你们的经费不足 所以你们在做说明的时候 你不能说 因为经费不够 这个 但是很重要就是 怎么去改善 怎么去补强 这个部分就请部长 好好地去督导 这个部分 最后 这个我们交通部 在今年的1月17号 发了一个文 也就是针对交通本宴 交通委员会 1月7号考察的之后的一个会议记录 特别里面有 特别提到有关这个 这是你们的转文了 特别提到有关三期道路安全的改善的部分 虽然当时是去了新竹 部长 今天当然跟铁路级没有关系了 也跟公务总局讲 花莲相关的三期道路 尤其是 我特别点名就是 从瑞穗到这个封兵 它不仅仅是人民通行的道路 这个日记时代就通行的道路 到现在更是游客观光 这个秀关系泛州 所必要的一个通行的道路 整个相关除了这条之外 也必须考量其他 三期道路安全的改善的部分 因为它 基本上你们会一个自私化的答复 自私化的答复 那是县政府主管的 但是今天这个结议 今天这个当初交通委员会所做的结议 会刊记录 也就是也后来交通部所发的这个文 已经是打破了所谓的审守管辖的 中央守管辖的 不是实际上没有审 中央守管辖的跟县守管辖 有打破了 所以必须中央去特别去考量这个事情 三期道路安全改善 所以我刚刚讲那个部分 请部长也交办给这个 公路总级 好不好 好 是 谢谢